大家好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斗羅大陸3D魂屍對決 那旭哥今天要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攻略 就是這個路板呢 他們要大改版 然後大改版呢 這是有兩大的受害者 能力被下修的 那這兩大主角呢 分別就是火舞還有風啸天 這兩個被大幅的 下修了 尤其是火舞啦 火舞被改的比較慘 那風啸天稍微就是有 調弱一點 那風啸天應該還算 就是夠強勢的 但是有被改弱 那火舞是被改的 我覺得改弱比較多的感覺 好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呢 就是有禮包碼禮品碼 兌換碼 而且虛寶序 在獨家最新專區 那旭哥昨天有上傳一部 這個17組免費禮包碼 昨天上傳熱騰騰的 大家可以去看 最新禮包碼 還有這個攻略初體驗 有碼無碼旭哥都會分享給大家 還有這個呢 旭哥 這個手遊攻略呢 有設計一個斗羅大陸專區 在首頁 那有最新禮包碼 還有這個 T0神角推薦 T0風啸天魂技配置 然後T0風啸天實戰 然後這個T0神角鬼魅實戰 還有這個自選SSR 要選哪一隻 必換的角色分析 然後T0神角 奧斯卡風啸天 鬼魅尼納的技能點法能力配置 那毒爆隊的組法 燃燒隊的組法 火毒隊的組法 還有技能配置 然後這個毒姑婆的介紹 然後超毒 超平民毒隊的組法 還有這個最近這個陸版的他們有上修 因為有下修的風啸天 還有這個就是火舞嘛 那上修的就是這個胖子啊 劉二龍啊 這些那旭哥覺得胖子算是 蠻大的受益者啦 旭哥剛好在用 覺得還不錯 好那最強角色推薦開局的 然後戰力提升超級藍藍包 這集蠻重要的就是未來隊伍角色配置 因為改版之後 被改弱被改強了之後要怎麼配置 那旭哥有錄的這一集 就是替大家做準備了 大家可以看見他就是最新的禮包嘛 那我其實在頻道的首頁上面就有啦 所以我就把它拉到比較下面 讓大家先看到其他攻略這樣 好 所以呢這次算是 可歌可泣啊 可歌可泣 就是有些被改弱了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被改弱哪一些 那這次會講的蠻詳細的 所以就是 替大家就是未來做一下準備啊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好那首先呢 旭哥覺得改弱比較多的應該算是火舞啊 那因為旭哥還沒抽到 火舞算是有點有點慘啊 那火舞呢他有改了這個 第2魂技的 這第1招蟒蛇系的這招 第2魂技第1招這個火極 但是火極比較算是調整啊 不能不能算是就是改的很慘 就是算比較偏向調整這樣 就是他的火極的話他被消耗的時候呢 他這個 目標的受傷會提升50到80%這樣 有稍微改了一下 那還有就是他這個 處於火極狀態的敵方無法對火舞就是暴擊這樣 就是有稍微調整他的技能 這招比較偏調整 好那第3魂技的第1招蟒蛇系 這招蟒就是比較偏改落這個宴席 那宴席呢他被改落的地方呢就是在於他這個 直辯這邊他這個 原本他就是 處於燃燒狀態的話他可以 提高他的受傷50到80% 那現在把他降低成30到50% 就是練到最高也是變50% 原本是最高可以到80%現在變到50% 都有下修了 所以算是比較慘 因為這個練到10萬年這邊可以到80% 但是他下修之後最多只能到50% 就是被 下修蠻多的 有點慘 好再來看一下他的 另外一招這個 第4魂技 的魔珠系這招也被下修了 這招被下修就是最主要是他這個沉默的效果 就是被下修原本是50% 他這個燃燃結界50%的機率沉默 結果被下修成25%直接砍半 真的蠻慘直接砍半 所以火舞我覺得這次被改的比較慘 還好旭哥沒抽到 這要高興一下 幸災樂禍一下 沒有 其實就是火舞這個大家就是 有點慘 不好意思吐槽 真的 真的旭哥沒抽到 我原本很想抽他 但是抽不到 不是我不喜歡火我 我真的抽不到他 那我也沒辦法 他被改落了 我也只能就是 就是這樣啊 反正我沒有抽到 好那再來這個 這一招的 炎陽結界 這個火羊笑是這一招 他的炎陽結界的 他的 就是 直變呢 他的效果也有下修 真的很慘 他原本是 60%然後練到最高可以到100% 五萬年這邊就可以到100%了 但他後來改成30到40% 最多只能到40% 就是整體都下修了 所以算是蠻慘的 不過我應該這次是下修的No.1 第一名 就是 被改很慘了 再來 楓孝天 楓孝天有被改 但是修哥覺得沒有被改到那麼慘 那他的 第二魂技的第一招 就是這個 猛獸器的這一招呢 他改成就是 中傷 的 會兩個回合 但是呢 他對同一個目標 就是只能觸發一次這樣 所以就是 原本可能可以同一個目標可以 中傷好幾次 現在只能一次 就是算是被改落了 然後他的回合數有增加 但是他整體算是被改落 就是 改成就是 重傷只能觸發一次 那再來他的 第四魂技 這招 這招 清風被改落了 那第四魂技 我們往下看 第四魂技的第一招這個 吉郎 奔襲 的這個猛獸系的這招 第四魂技的猛獸系也被改落了 他原本是有附帶這個無視防禦 的效果 在一萬年這邊就有這個無視防禦的效果 但是他被改落了 改成就是說 不能超過風啸天初始攻擊力的50% 無視防禦的那個效果 就是也是被下修了 算有點慘 就是原本 可以無視防禦變稍微有點下修 風啸天算是 虛哥覺得是小福改落 沒有像火舞被改的那麼慘 火舞真的很慘 沉默的效果都被砍半了這樣 有點慘 然後還有就是 跟 就是一些 直變的效果都被 都被對 都被砍 砍得蠻慘的 對不對 再來就是這個 他們兩個的羈絆的效果也被砍了 還好真的 序哥沒有抽到這個火舞啊 要不然真的會吐血 你知道嗎 兩個慘愛用的會吐血 再來這個他們的這個 效果呢 他們兩個原本就是發動這個 這個就是 武魂這個融合劑的話呢 他們原本風啸天會BUFF他的傷害就是 官方是說這個是BUG啦 就是說風啸天全部的那個 技能的傷害都會BUFF 然後現在被改掉了 就是改成就是正常值這樣 就是變成不會 那等於說變相就是在下修啦 所以這個也是被改下來這樣 就是被修復了 原本可能是BUG導致風啸天會傷害值會特別高 兩個一起放了 那現在被改掉就是等一下修了 所以還是一樣就是老話那一句就是看旭哥那一集 就是 這個未來隊伍組隊的推薦 的走法 這邊旭哥有講怎麼樣去配置 那旭哥 目前應該還是會走就是火毒隊啦 因為火毒隊的話呢就是 在這個 因為馬虹俊有上修嘛 然後奧斯卡鬼魅這些都還不錯 那柳二龍原本要用他但是沒有就先用竹竹琴那無所謂 那控制系的這個獨孤柏原本就還算很好用 所以基本上 這一隊應該還算比較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而且還有 還有 甚至還有上修 最主要是馬虹俊被上修了 胖子這個被上修了 所以旭哥可能會 還是一樣 講何去何從的話 看那一集的話有講很詳細 那這個對算旭哥可能會 未來持續會玩下去的對 那假如有柳二龍的話我會換掉珠竹琴 這次我會把他換掉 那沒有的話就加減用吧 反正就是 馬虹俊有被上修的話 OK的 好吧那這次被下修的蠻慘的這個 就是風啸天還有這個 火舞我們就替他墨挖一下 是覺得蠻 所以主要火舞啦火舞真的被修的蠻多的 那風啸天算是 小小的修這樣 那喔對還要講一下 就是大家假如有這個風啸天還有火舞的這個碎片的話呢 官方有一個福利啦 就是你有這個碎片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個碎片有沒有 就是換成其他角色的碎片 官方是這樣公告 陸服的官方 那我們台服呢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下修 然後什麼時候會改這個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那先大家就先有一下心理準備啦 風啸天會被小福的下修 那火舞的話就有點 修的有點多啦 好 那這個碎片你可以把它換成其他角色的碎片 就是 他現在就是官方改成這樣 就是你有風啸天或是火舞的碎片的話 好那旭哥這個都練到一個紅心了嘛 那可能就繼續練吧 風啸天是還OK啦 我覺得修的沒有到那麼誇張 那我們就下一件啦 這個旭哥所有的 記得訂閱旭哥沃卡頻道 看這個 朵朵大陸的最新攻略還有禮包馬 禮包馬記得趕快去使用喔 這個最新的最新的一集 旭哥才剛分享的 好那趕快去使用我們下一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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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